新鮮出爐的招牌蛋撻 市民臨著雨都要來排隊支持 佳欣勒納九龍城48年的老字號豪華餅店 星期五最後一日營業 由國慶日開始就要暫別九龍城 有舊客專程來捧場 48個蛋撻 兩個爺他 這次都買得很盡 是的 我沒有錢 我現在在宿舍住 我也想分些給我的學生吃 小時候都吃開的 聽聞這間店的裝修應該還有一天 我知道有人會繼續接手 但也想轉裝修之前 再來看一看 吃一吃 未來裝修之後 去大義圖會不會覺得可惜 有時候也沒辦法 不過記憶的東西當然是有些可惜 也有新客趕尾班車來捧場 包括新上任的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梅如瑞 都專門來的 順便附近吃東西 都不是在觀塘過來的 我們想買其他東西 因為買完蛋撻要熱吃 想買其他東西便可以放 不過豪華餅店不會就這樣消失 廖創興家族後人 精品咖啡品牌創辦人廖偉芬 初步計劃用合作模式 保留餅店的品牌 在赤立角機場重新開張 目標明年初可以成到市 他說餅店的老闆周師傅和太太 首業四十多年 養大四個小朋友 這一種獅子山精神令到他好感觸 希望可以出一分力 保育民間小食和東西文化高點